做一个独立网站 如果你觉得独立网站超过3万块 太贵了就来找我 我绝对可以3万块 再来 如果你的Google资源用的很好 那基本上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网站有两种分析器 这个分析器是Google的 而且他给他们抢起来一个位 如果你每个月有100万浏览人士 我才跟你收费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免费的资源 那这是怎样一回事 因为当你的网站做好之后 你想想知道 随便一个浏览者 他是从哪个地方来的 或者是他下来的关键字 或者是他曾经在我这张网页停留多久 想不想知道 对 如果他停留很久 没买东西 那是什么前面 Supire 见底 同月的见底 另外一回事是说 他一直在看 可是你一直没有 他在等促销方案 你就不给他促销方案 他就不想买 这是B2P的概念 如果是B2P 他一直来看 有可能是统业在学你的东西 也有可能你写的那些 所谓的说服力还不足 他没有办法下班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你的独立网站做好之后 你可以请所谓的网站服务者 去帮你装这个手机的免费机器 因为它是免费的 所以说要求他装 不过分 你有没有意思吗 因为他是免费的 OK 好 那你会发生什么 我们先先来 等下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 来看一下 这个客户的网站 他就是网站 那过去的30天 他的使用者 来看过他的网列 有13400多人 然后他来告诉你 来自于台湾 来自于中国大陆 来自于英文的世界有多少人 好不好 这个真的很清楚 再来我看到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即时的 就是 现在就可以侦測了 现在线上有的人在看自己网页 看这张网页 对 如果各位不相信的话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把你的手机拿起来 然后待会把这个网组传到 那一个哪个群组行 电商协会群组行 电商 电商这些 没有 他们都有 基地 你要传一群基地 两个都传 对 对 两个都传 因为有的人 每個人沒有在那個 電商 電商只有十幾個人 用搜尋的就好了 你要塵光啊 搜尋塵光 搜尋塵光人員 沒有 你就直接搜尋就好了 我還沒登錄呢 老師 直接搜尋 請他們搜尋塵光人員就好了 問題是 現在我再給你一個店就好了 你點我來已經算好了 對啊 搜尋成功 那個群組 這裡嘛 電商 基地 還有契爾斯 一基地 一列車 好 請各位 待會再點 現在先打開來看就好了 好 你看 當你們進來的時候 這個數字是及時的 你們上來的那個手機的數量都會寫在那邊 趕快 趕快進去啊 那是塵光嘛 然後呢 這時候我給你照給我 遺憾有時候 遺憾 你登錄一個它就會多選 現在有多少人在看你的網站 我們日裡看不到 看得到 沒有 因為我很後台 我有流量分析器的後台 我們是在測試啊 我要跟各位講的是說 如果今天有一個利器 是這麼免費的資源 你為什麼要 你為什麼不裝這個東西 來看 每天 你的潛在客戶所 我拜訪過你的網頁的主題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假設今天 我是成光的 你現在成光期 24 你就是上班時間的 要來的 要來的 大概都看網頁 對啦 我會緊張 你看 大家在看手頁 你看剛剛都是手頁嘛 你現在是手頁 有意思是 手頂有很多 現在在看我想要做生意 這個瞬間 我可以去改幫你 那久的改一下 今天購買洪洪商品 賣食送 馬上就close一件事情 觸銷就對了 不過這個要很敏感 要很及時 所以說 可能你就必須要 為什麼我們 我們商場說 其實這個時代 請三個月 不如請這個 公務行銷而已 他如果懂得 這個部分的操作 的敏感度 事實上 他應該會幫你 裝來很多可能性的潛在生活 這是我們所討論的東西 所以說 我要講說 像這個東西 也不是一天兩天 我現在是這樣講 其實他背後很多細節 要去做 所謂串聯思考 跟所謂的 逆向工程的執行 比如說 我觀察一個月下來 我怎麼會張宏玉 老式某些關鍵字會進來 你看到我 這 今天想要怎麼 做改 沒有 就人家離開 就人家離開 你今天找你手頂 有看其他人 贏手 我請問一般一般一般 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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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來看客戶開發 你來工廠看看 一看起來 沒見 好 一看你的期間 這個期間是30天 這個30天 對不對 他告訴我們 第一名到第十名 大部分都是用關鍵字龍招進來 自然搜尋的一千九百九十 好 佔比字大概是在十五分層到所謂的八十趴 好 作為一個網站 重點是什麼 流量斷小 那重點可以 剛才說的 你這弄開開 有人打不開 沒人怕過 這個意思是這樣 你就是作為一個網站 一定要有流量 好 他告訴我們 流量八成是來自於 關鍵字報告的 十五趴是來自於自然搜尋的 這是我們講的自然搜尋的 好 當這兩個的配品 越來越接近 好還是不好 當自然搜尋跟關鍵字廣告 讚啊 沒有沒有 那你關鍵字的方法你得讚 沒有 好啊 那你怎麼 沒錢啊 其實 其實做關鍵字廣告 好多一點 不是不是 因為它是相似一樣 對對對 其實做關鍵字廣告 跟做自然盤險 自然盤險其實是自然搜尋嘛 他為什麼兩個人一定要做 而且要做個配品 你知道嗎 對 因為好的關鍵字帶來流量 你就把它回到SEO去做 那些內容 對 增強 然後再用這個東西去掃背 真正的關鍵字 因為關鍵字不是一層不變的 比如說 我講個過程簡單 現在 腳踏車有幾種公法 這個 自行這個關鍵字很重要 你要抓到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沒有幾種說法 對 這是比較客氣 不客氣 有還會員 有還會員 再來呢 還有什麼 有啊 中風會員 中風會員 好 我要說 其實關鍵字的廣告跟所謂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 我常常說 不能完全不投資 你可以投資小小的 可是你要去利用那些關鍵字 幫你做風向調查 如果那個風向也是對的 你應該要把它完全 回到自然排檢去做優化 然後產生低點擊 低費用的補給 那你這樣才有辦法 把左右的市長 廣告的市長 拿在手上 好 你看喔 他不只這樣喔 他會告訴你 比如說這個自然抽選的部分 他來了一千多個 然後他這邊告訴我們 使用者他的行為 比如說 他是到達哪一家網頁 來 這一千幾百多個 在過去一個月當中 他到達網頁是這些網頁 你看這一頁長什麼樣子 我們打他來看 這一頁 所以說這一頁 基本上有多少人來看過呢 過去一個月有185人來看過 而且他的平流 平均秒 秒數時間 都在這邊 你看1分10秒 2分26秒 好 請問 平流越久越好 還是越多越好 會嗎 要取到一個 原則上是越久越好 你說短那個我不認同 重點是 如果他越 太短你不行啦 對 原則上不能低於三四秒 低於三四秒 基本上要彈簧一些 可是 借三四秒 大概一分鐘 甚至兩分鐘 這個代表 我也不是口齒的客戶 那這個時候 如果假設 剛剛我們講 在線上你發現他在動 你又加了一個東西 比如說現在多少 他是不是就被你打動 然後就下班了 當然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BQB的網站 但是 他是針對是BQB的 不是BQC的 那我剛剛講到的感覺 如果今天講的是 你是操作BQC 直接買賣的 這個時候 你觀察到你的網路上 有這一批人 有三四百人 在看那張網頁 那張網頁 你趕快即使去改一下吧 有可能帶來 就所謂的成交場景 這是我們談到的 一個可能性的規模 那再來 我們會實際探討 這些沒張網頁 因為 有了這個人物分析器 我們可以去知道說 我的廣告要怎麼投資 我的自然牌潛的優化能力 要怎麼去改善 重點是這個地方 所以說 這個我們能點到為止 我們也不能講太細 因為這個 講下去之後 可能必須要很細的 來 大家在那邊打掃 然後大家都放鬆 大家都去看 看完之後 還有人在這裡 幫你改轉 看了久之後 你就知道 原來 這是東西 我也可以怎麼去處理 所以說 為什麼 你們叫這些少人 趴到變軌 就是少人 現在被這種理解力很強 可是你放心 台灣真正 有這種理解力的 可能還不到 到目前為止還不到 因為普遍的這些年輕人 他們所學到的 關鍵資本要做廣告 他們比較不會做 所謂的這種 自然排檢跟 深度比較不夠 對 他們先看表面的問題 其實也不是不好 也不是不好 可是站在某一個角度來講 再怎麼說 網路企業 或是數位 數位平台 或是數位企業 基本上 我比較不喜歡講 這兩個字 我比較想講 這叫網路實驗 因為它是從傳統的東西 轉變成網路 我把它叫做網路實驗 有實際在運作的部分 我喜歡這樣形容這個方便 所以說 一家真正的網路實驗 它必須要很清楚 製造自己的市場的傳統價值目標 把價值目標 轉變成所謂的 數位的操作方法跟能量 去做大量的逆向工程的鋪橋 哪有辦法 很清楚地得到 所謂網路的商機 否則 你會有抱怨說 網站做好之後 沒有生理 沒有生理 沒有生理的問題 就是出題 你不知道 到底有什麼東西 第二 你不知道要做自然排檢的曝光 或者是 剛剛我們講的 透過很多backlink去做 反向連結 因為你都沒有做 然後可能我的小同業 他也從來不告訴你 他只告訴你一下 阿邦彈最後公格開來 他一直這樣子投資廣告 可是他沒有告訴你說 廣告背後有這個大數據 這叫大數據 這些數據 可以讓你分析很多不同的資源 跟該走的定位 這是我談到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談到的 好不好 好 原則上 我們課程的重點就是 今天先濃縮到這邊 因為 再壓下去太多 可能一個體驗也會 好吧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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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更準 好 那也可以 要拍照 先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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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可以人家照片 人家照片 就是 來 拍照要拿 口罩要拿出來 應該還好 上 上 你如果要拍照 你要前面拍 在那邊拍過 好啦 你拍吧 拍吧 拍吧 所以勒 好 先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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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